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10天之内双杀川普 不论是支持度还是好感度都是领先的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指出 他现在目前有获得43%登记选民的支持 那川普只有42% 但差距也是蛮接近的 只有差一个百分点 那上周相同的民调显示 这个贺锦丽是44% 川普是42% 那现在最主要让贺锦丽 好像比较受到年前支持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跟年轻人沟通的语言 就是网路迷音 那现在叫做Brett Brett这样的迷音呢 让贺锦丽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酷娃恰莉就讲说 什么是Brett呢 Brett就是一个有点乱 喜欢派对 偶尔会说一点傻话的女孩 那她诚实率直 有点叛逆 这就是叫做Brett 所以当这个酷娃恰莉 她这样子讲的时候呢 把这个词Brett 跟贺锦丽的形象连结之后呢 这贺锦丽就抛开了过往共和党 这样批评她 说什么失言啊 尴尬的场面 这个突然逆转了 因为她就是这样子 有点叛逆啊 有点傻呀 这叫做帅直 帅真 真诚 就突然就不是 共和党口中那种 很尴尬 很傻呀 很什么 各种失言这种状况 这形象突然逆转了 所以她变成一个Brett的代言人 那再来她勇闯了 这个南部摇摆州 那去到了亚特兰大造势 法新社就报导了 她30号到乔治亚州 举行造势大会哦 那这也是她渴望 代表民主党出征之后 首次来到了亚特兰大造势 路透社就讲说 有两名知情人士讲说 可能会在8月5号的时候 贺锦丽会公布 这个副手人选哦 那并且在多个摇摆州 展开竞选之旅 那再来看看 现在现在 目前这个贺锦丽的魔法攻击 又魔法打败魔法哦 呃就是 他们现在反击 共和党的方式 就是诶 这个共和党不是贴了 标签给这个贺锦丽 说她很乖吗 很傻吗 现在他们就 反贴这样的标签 给她的副手 这个范斯 还有这个川普就说 你们才是真正的怪勒 美联车讲说 现在面对到民主党人 大肆嘲讽川普哦 是78岁的罪犯 又老又怪异哦 范斯三年前 有关贺锦丽 没有小孩子养猫啊 怎么 治国的评论也很怪异哦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用这样的方式来 反击这个共和党哦 那我们看看 这个福斯新闻 在7月30号的时候 有刊登一个评论文章 他们就质疑说 是不是你们 刻意在替贺锦丽擦肢抹粉啊 明明贺锦丽不是这样子啊 你们现在把他 吹捧得有点高哦 替他改头换面哦 是不是想要试图来扭转 现在目前总统大选的局势哦 然后来帮助这一位 这个昔日的副总统 摆脱负面的标签 那自由派的媒体呢 淡化了贺锦丽 在拜登政府当中的角色 那一方面淡化这个角色的 用意是什么呢 在这个福斯新闻他们的批评 就是说 试图要切割他跟拜登 就是说 拜登是他这些过去种种 拜登承担啊 那贺锦丽呢 他就是用强调他个人魅力啊 亲和力啊 幽默感啊 让这个选民对他改观 就是说 所有做不好的 那都是拜登做的 接下来的贺锦丽会不一样哦 会带给你这种 Brett的形象 这种亲和力啊 个人魅力啊 他们说 现在贺锦丽 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取胜吗 那再来 这个范斯现在的确哦 好像替这个川普扣了一些分 呃 因为呢 他现在在铁锈带的民调 已经出来了 呃 CNN根据铁锈带 也就是说 像伊利诺州啊 印第安亚州 密西根啊 厄亚二啊 威斯康辛州这几个州 进行了一些民调 那结果他的支持度 比起不支持度低 非常的多 不支持度高达44% 支持度才不到三成哦 这也是铁锈带啊 过去44年来 最不受欢迎的 副总统候选人了 民主党就说呢 有评论认为 范斯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只能养猫 然后没有小孩的 这样的说法 其实引起了女性选民的反感 也反映在了民调上头 那范斯在获得了 这个副总统提名之后 其实 哎感觉上面 一直在口出恶言 在攻击哦 那甚至包含范斯 自己恶亥恶洲 这样子 工业衰退的铁锈带 自家故乡哦 看起来好像 对于范斯都蛮不满的 就说 哎你怎么好像 自己进到了这个 精英阶层就忘本啦 就好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 已经忘记这个铁锈带 我们这种工业衰退的 这种感受了吗 所以好像连家乡 对他都不是很谅解哦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 现在范斯的民调 破记录 好感度是负值哦 根据这一个民调显示说 共和党全代会之后 他的净好感度 竟然是负6% 成为过去40年来 最不受欢迎的 副总统人选哦 那历届的副总统候选人 在全代会之后 平均的好感度 大概是正19% 那他也真的是 创下了记录了 那另外看看 这个川普 是不是的确感觉到说 哎好像贺锦丽 没有想象中的好打 因为他本来觉得说 啊贺锦丽是个傻子啊 就是打他太容易了 结果反而贺锦丽 现在形象被塑造起来 变成一个 哎这个帅直啊 然后又好像很 很真诚的一个女孩 那他反而有点难打了 本来是 讲说要跟贺锦丽辩论 现在看起来答案变了 他在上周的时候啊 就跟媒体讲说 至少会跟贺锦丽辩论一次 那结果在30号的时候呢 变成说 很可能会辩论 但是也可以提出 充分理由不辩论 哎难道是退缩了吗 难道这个 改变了一些立场了吗 那再来还有他一直在攻击 那个拜登政府哦 造成的通膨 那结果人家讲说 哎可是你现在很多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投资人 反倒觉得说你川普现在喊出来的什么减税啊 提高关税啊 打击移民啊 这些恐怕都会让通膨更加严重 这个川普恐怕还没有办法解释的清楚 就到底他怎么样来解决通膨问题 或是他的政策怎么样不造成更严重的通膨 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呢 对 这个看起来贺锦丽这个蜜月期是蛮长的 最主要我觉得就是 美国现在主流媒体是民主党的媒体 大部分的民主党媒体 尤其这个电视 除了这个福斯新闻以外 哇都全力火力全开 在这个替贺锦丽塑造新的形象 而且这里面这个好莱坞的这些演艺人员 传统都是民主党 都是支持民主党 所以大家很容易找到一些年轻人的代言人 还有一些年轻的偶像 然后这个好莱坞的偶像 帮这个民主党候选人 这个怎么讲背书 然后宣传 然后帮他拉抬声势 这一开始这十几天来 看起来是这个气势是完全没有错 那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说这个支持度 那最后还是只能做参考 最终的还是在摇摆州的这些 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现在就是说贺锦丽面临了 还有两三个重大的关卡 他要经过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副总统候选人现在大概 他要在8月7号以前就要来决定 那他手上已经有的这些名单 这个比较多的 比如说这个宾州的州长 宾州就是一个摇摆州 所以他如果能够争取到宾州州长 对他是有加分的 那另外就是说 北卡的州长已经宣布 他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 这个贺锦丽的这个征召了 他退出这个宣 那肯塔基的州长 还有Arizona的参议员 就是原来的那个太空人 现在呼声比较高一点 可是不论如何他现在 7号之前就要把这个名单确定 因为现在民主党的内部已经决定了 在8月7号之前 他们要做一个内部的线上的投票 也就是所有这个各州的党代表来投票 然后先给予这个贺锦丽 以及他的这个竞选搭档一个支持 然后到就 到8月这个接下来的这个 这20号开始的这个共和党 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他要开始做一个最后的怎么样 等于说是同意 由全党来同意 他这个代表民主党来出来选举 所以这两个事情 对他的将来的选情 选情的声势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第一个我就说 看他选他的大党是谁 第二个就是在民主党的大会里面 那民主党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声势 拉抬到一定的高度 展现出一定的这个团结度 跟对他的支持 那这个是贺锦丽这一边 那在川普这一边 最近他们的动作比较少 尤其川普 川普有一点点好像 在这个以静自动的感觉 那范斯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句话被抓到了 这个抓到了小辫子 那民主党全力痛打 也就是他去攻击这个 卡米拉 他说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孩子的 这叫猫夫人 Cat Lady 没有孩子的Cat Lady 那这个一讲出去 这个事实上的话 今天我看美国的报纸还说 他这句话得罪了 两千两百万美国的妇女 也就是说 美国的Cat Lady Charles的Cat Lady 大概有两千多 说两千多万 所以这句话就被拿出来 不断不断的这样 在这个在造势 来用来打击这个范斯 所以范斯最近 我觉得跟川普最近 有一点看到民主党的声势 他反而他有一点点 就是说怎么讲呢 他就暂时 暂时不应其风 不应其风 那么等着民主党 把他这一段 这个所谓的蜜月期走完吧 那当然这场选举还很长 到了九月还有辩论 那现在可能是一场 或者说两场 或者一场都不办 我想双方都在看情势 不过整个来讲 我觉得这场选举 那么还有大概不到一百天 那中间会有很多 还会有很多变数 那任何候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 都很可能对他的选情 造成不可弥补的这样损伤 在这个选举我们之前也就说 他是完全负面的 他不提你有什么好的政策 只要你一点讲错话 或者说你一个立场 会可以利用的话 他就大量的这样子来渲染 大量的渲染 最近就是民主党就渲染 共和党川普阵营 第一个就是川普在 跟基督教徒的一个讲话里面 他说你投完以后 以后就不必再投票 要说话不得了了 川普要做万年总统 民主要被他废了 就扩大解释 那这个最近都是在报纸的投票 你这样一打开电视就这个 另外他的副手也讲了一句话 刚刚郭文言有提到 他就是说那些不养不生小孩的女人 他就叫那些Cat Lady Cat Lady 这引起了渲染大波 尤其美国好莱坞 有一个很有名明星 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叫Friends 那个连续剧 有布莱比特前期 布莱比特叫那个Jennifer Anderson 她特别出来 特别反感 她55岁了 她结果三次婚 然后她没有生孩子 她说你完全不知道 想要生孩子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说她曾经 事实上人家掉下 她曾经也试过 试管一儿 试管一儿 所以这个Friends就变成说 哇 她也是口不遮掩 当然Friends后来 她出来 出来这个 出来做 就是说一个解释 她说她这样做 事实上 是要凸显 这个民主党的政策 就是反家庭 反生育 她是这样子的 当然从这个 他们这个极右派的力量来看 民主党提创的价值 是对传统的家庭价值 跟育儿的价值 是对立的 她就是堕胎很容易 堕胎很容易 她是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出来也做一个辟谣 可是问题她这句话 出来以后 范斯变成被攻击得非常厉害 连续快一个礼拜 然后最后就说 现在川普有一点点后悔了 当初为什么要选 所以所有的话通通出来了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竞选 就是说 非常非常的白热化 而且都是针对个人 范斯 然后这个Washington Post 今天又登了一篇文章 他说其实范斯 是这个川普 一个错误的抉择 他在之前 有好多人跟他 推荐了谁谁谁 推了这个川议员 他是什么古巴仪的 然后推荐了谁 Rubio Rubio 都比这个范斯好 所以这个现在范斯 终于露出马脚 他是一个跟川普 同质性非常高的 其实两个加起来是坏上加坏 是一个最坏的选择 哇 你看看 这个美国的政治很了不起 很多事情都可以讲到 这种程度 所以我跟你讲 还有戏 精彩得很 这个两派人摇起来 真的是会非常的精彩 贺锦丽最近真的是 民调或者是人气 好像都急起直追 那还有一个经济学人的民调 那他是现在显示出来 贺锦丽已经是以两个百分点 领先了川普 那再来美国的民调专家讲 他因为有成功预测过三届总统 他讲说其实川普 仍然是有优势的 贺锦丽要怎么做才会赢呢 他说尽管现在贺锦丽 声势大涨 但是川普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总统候选人 那如果贺锦丽一反过去 三届党内候选人的策略 那就有机会可以赢 那怎么样的一个一反过去呢 就是过去可能民主党 给人家的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点好像正经八百 那所以反而这一次贺锦丽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他有一点这个 就是被人家讲说叫brat 就是好像很自然 很自信 然后笑呵呵这样子 好像跟过去的这个民主党的形象 比较不太相同 那而且呢 他们现在也讲出来说 怪异变成了一个民主党攻击 川普跟范斯的一个新口号 他们就把他这个标签贴了上去 所以呢 这个方式是可以引起 贺锦丽支持者共鸣的一个简洁做法 那现在目前川普范斯 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政策 就是说被贴上这一个怪异标签 看起来好像的确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所以有报道指出呢 就是称某人怪异会让他们泄气 并且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越是反驳 就越让人家注意到这样的特质 所以呢 对于他们这种渴望被认真对待的恶霸来说 这是有毁灭性的效果 就是你越是讲他们怪 然后他们越想挣脱这个标签 然后反而显得他们更加的怪 所以这难道是一个贺锦丽的成功策略吗 那再来看到民主党 好像终于他们讲说 这个川普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打法 好像让他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也弥补了过去 民主党太过严肃认真的缺点 现在为这场选举 注入了一个自由派的活力跟幽默感 好像看起来民主党找到打点了 那再来这个川普好像也有失言 就是在这个范思之后 他现在去攻击贺锦丽 就说贺锦丽怎么摇身一变 变成了黑人啊 本来不是印度协同吗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听听看川普的讲法 对这样的讲法哦 我们看这个马上上皮叶就出来讲 讲说这个川普言论令人厌恶哦 而且对贺锦丽已经构成了侮辱了 那还有呢 这个也引发了一个后续的效应 就是全国黑人记者协会 对于是不是邀请川普来出席这个年会哦 已经开始有一些杂音出现了 因为看到他在形容贺锦丽说 哎怎么突然变黑人啊 这样的一个讲法 好像引发了一些他们的反弹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协会内部出现了 很激烈的辩论 再来现在看整体美国21家民调 平均值来说的话 川普是领先贺锦丽百分之零点七 但是主要是要看说 过去其实川普领先的幅度哦 是这个 本来是有到百分之二点七哦 就当他对上拜登的时候 可是现在对上了贺锦丽怎么 这个领先幅度反倒是缩小的 还有在特定的比方像是非裔啊 拉丁裔的这些支持度哦 看起来好像 呃也都是这个 缩短了差距 就是贺锦丽在这两个族群反倒 这个获得的支持度比较高 会不会川普反而最后 失去了非裔票呢 另外 范斯也是不断在丢分哦 因为呃 现在范斯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专访 他们讲说 呃早有预料接下副手之后 一言一行会被媒体给扭曲哦 对于外传我不爽换 这个对手换人的事情 其实我不太在乎哦 而且他在这个新书 2025计划里面的前言讲说 这个绕马车上膛 给火枪上子弹的时候了 那他还讲说这个书的思想 是未来战斗当中的重要武器哦 可是这个川普此前是讲说 诶我对于这个2025的计划 是一无所知哦 也不知道这个谁是计划的 幕后黑手 也换句话说 现在这个范斯的书的前言 可能有一些争议 那感觉起来 好像川普也不是很想要 诶加入这样的一个讨论 再做一个切割 那我们看看 这个计划呢 遭到这个川普的切割跟反对 那近期也有一些媒体报道 就是2025计划的主任呢 他们现在已经这个 等于说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主任单司 他已经辞掉了职务 那感觉上面 这个川普也不是很想要 卷进这个事件 所以呢 这个川普现在对外的讲法是说 哎呀历史上 副总统其实对于选举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他在淡化范斯 对于他的这个选情的影响 在淡化范斯的存在 就是主要就是选给他就好啦 不然的话 现在范斯好像一直都在替他扣分 反倒没有在加分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杰老师 杰老师怎么看现在目前的美选 现在事实上美选进入比较一个缠斗的阶段了 我想就是在这个1月8月19号 这个共民主党啊 这个全国代表会召开之前 民主党的气势应该都是蛮高的 而且他们现在这些 这个怎么讲的有危机意识 因为他们是属于挣钱换将嘛 所以动员一切力量 再替这个贺锦丽再拉抬啊 现在贺锦丽 他就是说8月7号之前 他要把他副手赶快决定 对 那这个副手事实上的话 要跟他有互补性啊 现在讨论的好像都是白人男性 这样子啊 那可能最后是一个白人男性出来 那可能还要就是说 要把他的所谓的激进左派 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啊 要把他要把他冲淡一点 要比较走温和的角度来看了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自由派的媒体是全力啊 全力的在这个动员 基本上就是完全替这个贺锦丽 在服选了 这是这方面 他是占比较大的优势 可是这个选举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那就看民主党的 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开的情况 然后看这个贺锦丽的副手选举 就是选择 这两个还是两个大的变数 接下来就是九月 现在可能会有一到两场的 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啊 那可能还有变数 不知道 这也会影响最后选情的结果 那不可会言就是说 民主党在美国的力量 过去是慢慢是在增加的啊 因为那共和党事实上 他们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嘛 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全球化啊 还有现在这个社交媒体 事实上很多不同的价值啊 不同的这个思想啊 不同意识形态啊 对美国最保守的地方也有冲击 而且美国现在这个 不同的年龄层之间啊 到底他这个啊 受的教育的内涵还是不一样 所以极端像这个川普这种 呃 所谓的啊 这种他应该是上个世纪 四零五零年代 四零年代的这种啊 出生的这种政治人物 当然他的这个会受到年轻人啊 还有比较一些开明的一些 这些啊 人士的这些质疑啦 不过看起来目前还是川普 略占优先啦 略占优先 那不过对于范斯的部分 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大家都在找他 找他的毛病 对他上一次讲这个说 不遇的这些啊 所谓的这些cat ladies啊 这句话你看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烧 最近又找到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他的这个所谓二零二五啊 这个预言 这个这个问题又找出来了 我想他应该是在 放在显微镜下 一直要找他的毛病的 那这场选举注定是怎么讲 是在挑对方 对方的竞争者的所有的缺点 用这种各方面啊 去挖也要挖出来 你像这个 这个川普这个这个论点 不是他临时想出来了 他就在分化这个黑人 对这个 这个啊 这个贺锦丽的认同嘛 他说他根本就不是 认同黑人的 他是认同印度人的 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样 都在分化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黑人选民 黑人的人口 在美国是百分之十二点四 大概十二点五左右 那也甚至还不构成 所谓的这个 kinmaker 也就是说他们导向谁 谁就当选 这未必 而且黑人选票在民主党 共和党也过去 这个比例也是当然比较偏民主党 比较多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选战 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进入到怎么样 缠斗阶段 而且会越缠斗 会越怎么样 人身攻击 然后用的手段会越刀刀剑骨 会很精彩 看到选举的招数可以到这么到这种程度 美国要树立一个世界难以超越的典范 会打负面选举打到底 这个已经会杀到剑骨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这个川普 他这个整个竞选阵营会想出来说 这个贺锦丽是假黑人 然后他是过去他都是以印度仪自居 然后现在又变成黑人 去建立他这个黑人 黑人选票 黑人在美国整个选举也不过差不多14%吧 对 总人口并不是那么决定性的 而且黑人说出来大部分都是民主党 比较多 比较多 对对对 但是多很多 对 大部分是亲民主党 对 那所以这个拜登他事实上 他还要出下手下这么重 就是他直接就不讲别的 就是说这个贺锦丽就是一个假黑人 装他以前都不认同他是黑人 其实我看贺锦丽是比较装 他的那个舞台上他有一些动作 他那个口语 我觉得学黑人的口语跟表情 我自己感觉都不自然 因为他到底他还是他妈妈是印度仪的 他受他妈妈的影响比较大 他跟他妈妈长大的 他爸爸跟他妈妈离异的比较早 所以他受他妈妈的影响比较大 他不是说他是这个椰子树上掉下来吗 其实这都是他妈妈跟他讲的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真的去贴黑人这块的时候 你像真正在美国待久的一看 这个黑人动作不纯正 那个效法 那个口音 基本上就是不纯正的黑人 虽然他有黑人血统 所以就变成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攻击的对象 就攻击的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现在他还有他的这个小三的部分 这个部分那可是有的挖了 他过去 而且他在整个在加州政坛的这个晋升的过程 基本上就他以前这个男朋友帮了很多忙 对 而且这个他自己本身 这个29岁 他世上他的学历不显赫 精力不显赫 那么很快的爬到那么高位置 这个是可以做很多文章的 我想这些东西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那现在他现在要选他的副手 你看他就很小心了 他副手本来有一个就是那个宾州的州长Shapiro 结果Shapiro有一些女性的这些团体就去 就去跟这个贺锦丽讲说 Shapiro可能不太适合 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他的那个幕僚长 有这个丑闻是什么 是这个性骚扰丑闻 他的办公室里面这些东西很多 所以现在不是说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的丑闻 你像现在副总统就会因为这个 可能Shapiro可能就会止步于副总统的 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民主政治美国带头的话 如果都是以挖窗疤 接对手的这种 这种丑闻的话 那这种就失去意义了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应该是要看他们能够对这个社会 做出什么贡献 结果呢 全部都在挖丑闻 然后那个裴洛西也加进来了 他去帮忙挖这个川普的丑闻 我们就看看这些美国人 到底都做过什么坏事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以色列出手了吗 竟然哈马斯领导人 才出席完伊朗总统的就职 就在首都遭到暗杀身亡 这个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 那伊朗表示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住所遭到了暗杀 那哈马斯也在声明中指责 说是以色列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要对此负责 然后还讲说这是一个懦夫行为 绝对会采取报复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以哈是不是真的又要再度升温了呢 那伊朗电视台他们的分析也讲说 这应该就是以色列下的手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五角大下赶快跳出来讲 讲说呢这个奥斯丁说 既哈马斯首脑遇刺 现在华府将会协助以色列面对任何可能的攻击 避免这个中东战区的战事扩大 但是恐怕现在看起来这个局势 是的确有升温的一个迹象 那以色列总理现在纳塔亚胡 也下令所有的官员保持沉默 不要对外发表评论 所以看起来这个以哈冲突一触即发 恐怕要这个更加升温了 因为哈马斯的现在目前的领导人 是已经遭到了暗杀 除此之外呢 委内瑞拉这边也是大乱的情况 现在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挤满了反对 马杜罗连任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派 那在街头上面这样的抗议的行动 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 还有749名的人士 现在已经是被逮捕了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其实包含了在街头也好 或者是在机场也好 都出现了一些抗议群众的占领 他们讲说希望马杜罗 可以归还政权 还有撕毁焚烧 有他一些肖像的海报 那警方也跟这些民众发生了冲突 那截至30号已经爆发了 大概将近200起的反政府示威 那同样的这个马杜罗 也在他的总统府 现场直播表示 他的现在目前的部队 针对暴力示威者 将会采取一些强烈的行动跟手段 那其实这也不是第一回 因为在2019年当时 这个美国就已经有要策动 就是反对派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瓜伊多 其实是美国要扶植的一个反对派的政权 现在是不是要复刻这样的一个反对派 再来取代这个马杜罗呢 这样子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马杜罗讲说 这个其实委内瑞拉 他们现在中选会宣布 现任的总统马杜罗囊括了过半的选票 顺利连任 那反对派的这个候选人就讲说 没有我们的民调才是比较高的 这感觉上面 这一位可能就是这个瓜伊多的这个2.0版 那再来马杜罗现在也有一个强硬的举动 就是驱逐了七国的大使 那就是因为这些大使可能是觉得对于马杜罗的胜选 是抱持一些怀疑的态度 所以他也采取一些强硬的回击 那甚至呢 连马斯克跟马杜罗之间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隔空呛下 这边是不是有商案 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下 好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马斯克就在X上面 转发了马杜罗的宣战的这个影片 还讲说驴子之道都比马杜罗多 但是马杜罗呢 他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亲中的立场 跟美国是比较不对盘的 在时间倒转 当时美国要扶持瓜伊多的时候 其实马杜罗就非常的生气 他甚至还在这个 这个等于说在集会的场合上面 呛吓说要跟美国断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 对因为他对美国总是这么强硬的态度 所以这一回会不会又是美国来主导 这样子来这个策动反弹 这个马杜罗呢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现在这个尾巴也好 或者是委内瑞拉也好 看起来都非常不平静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建老师 对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事实上 他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不是从这个 这个马杜罗开始 马杜罗的前任就开始 那这个关系让美国就不断的对 委内瑞拉进行各种经济的制裁 使委内瑞拉本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到现在经济破产 所以委内瑞拉因为美国的干涉 现在已经这个 这个整个国家兵于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有点解体的感觉 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些委内瑞拉老百姓 因为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都变成落意于土 于去这个墨西哥的路途上 成为美国现在这个非法移民的大宗之一 那这是当时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经济高垮了 结果难民都跑到美国去 让美国的国内也一起混乱 那就是说马杜罗选举的结果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是看到西方国家一面倒的媒体报道 都说他选举作弊 对所以马杜罗说他没有作弊 对那你要看这个马杜罗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的声势也非常的大 支持他的人还是占的非常多的 所以只可以说现在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他是高度分裂的 对他们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美国支持的那位候选人 也是没选上 瓜伊多 可是呢 瓜伊多自己宣布当选 然后呢 美国予以正式承认 所以委内瑞拉当时的选举 选出来变成就是说 当时的马杜罗他说胜选 结果选败的呢 他也说他胜选 结果美国支持 瓜伊多 那这个支持的没有 支持的没有太久 大概一两年 瓜伊多自己自然而退 他自己下来了 所以结束一场闹剧 那这一次又到了选举的时间 我觉得委内瑞拉 你说他乱吗 有未必 他该选举的时候他都选 对不像乌克兰 该选举的时候 根本连选举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我也认为 他愿意把出来选举 就是他对政局应该有所怎么样 有所控制 有控制才会这样子选举 那现在就是说 今天在这个 又是一个历史重演 那现在选举败选的这个 这个候选人呢 又开始呢 这个马查多 又开始怎么样 开始在街上走街头运动 对 不过这个 这个失败了 走街头 那跟我们成功还走街头 很奇怪 是很强烈的退比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抗议 最后会不会继续下去 完全看外力有多少的支持 我想他内部的力量 并没有大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这个军警 如果是在马杜罗 他的控制之下的话 那这种风波就闹得不会太大 而且你看马杜罗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已经摆明了 美国就是帝国主义 要把美国赶出去啊 那现在就看美国 对这一场内部的动乱 第一我们不知道 美国扮演多深的角色啦 那美国有没有真正的意愿啊 要把委内瑞拉 再搞成一个失败国家 因为委内瑞拉 事实上 如果变成一个失败国家的话 事实上的话 他的难民往美国跑 对美国也不见得有利啦 那现在以色列这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危机 因为哈玛是这个领袖 是他的实质的领袖 地位非常的高 曾经当过这个加萨走廊 这个当时就是说 巴勒斯坦还没有分裂的时候 当过哈玛 就是说 哈法 这个好 这个加萨走廊这边 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总理 所以呢 地位相当的高 那他怎么死的 有两个传言 一开始说 他在德黑兰的住处 有一个所谓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杀手 进去刺杀他 然后把他跟他的一个保镖 给刺杀了 可过了没有多久 又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不是被这个杀手刺杀的 他的住处被一枚飞弹击中 被一枚飞弹击中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不论如何 这是一场暗杀的事件 那现在美国已经 很快就说 我们会跟以色列人 站在一起 那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他们现在呢 也是 也是好 扬言要报复 所以呢 有点山雨 欲来风满楼啊 那么会不会 引起一场恶战 一场大战 就不得而知了 哈马斯的政治领袖 被暗杀的事情 震惊了全世界 大家很担心说 现在会不会 这个尾巴冲突 就是再度升温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发生这个事情 伊朗的革命卫队 他们就讲说 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 哈尼亚 他是在德黑兰 遭到以色列的 袭杀身亡 那阿拉伯的卫星电视台 也引述消息人士讲说 当时就是有一个飞弹呢 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击中了哈尼亚的住所 所以哈尼亚跟他的保镖呢 是一起在这个事故当中 丧命的 那还有目击者讲说 他击中了哈尼亚的房间 并且发生了爆炸 所以就是哈尼亚跟他的保镖 都遇难了 现场的门窗 墙壁受损非常严重 现在就有待 伊朗方面 把这件事情 全面的调查清楚 那就有专家讲 这可能是因为 伊朗的防空比较薄弱 南防隐形战机 那他们说 这个在伊朗的领土内 遭受空袭死亡 认为这起事件非常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空军 这个F-35隐形战机所实施的 所以现在哈马斯非常的生气 他们就认为说 要报复这个行动 甚至要来反击以色列 伊朗也说要采取直接的攻击 要直接来袭击以色列 那我们看看伊朗的总统讲说 就是伊朗最高领袖 这个哈梅 哈梅 哈梅内伊 哈梅 我们这个翻译不太一样 发誓说要为这个哈尼亚报仇 但是他说 你在我们家里面杀死了 我们重要的亲爱的客人 现在 这个你的严厉惩罚铺平了道路 指的就是以色列 甚至还讲说 应该 这个接下来你们要为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要付上代价 那再来我们看看 哈马斯他现在认定 以色列是实施暗杀 那哈马斯方面呢 发表了声明 认为以色列 这是一个诺夫行为 卡达的首相 这个莫罕默德也讲说 哈尼亚被杀 将会危急停火谈判 当一方暗杀 另一方谈判的代表的时候 这个调解 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可是美国却是赶快站出来 帮以色列说话 他说 这起事件 就是不是以色列做的啦 那就是想要淡化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那可是呢 哈尼亚 在哈马斯当中 他有着极高的地位 法新社讲说 哈尼亚一直都是 以色列的 头号通气对象啊 那以色列的媒体 是不是有点 作贼心虚 因为在哈尼亚 遇刺之后 美联社很快就报道了 然后是以这个 以色列时报等 多家媒体都来引用 那这个报道当中啊 还特别提到了 以色列方面 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但以色列呢 通常也不会对他们 情报机构 摩萨德展开的刺杀行动 进行回应 后来呢 就把这几句话给删除了 是不是作贼心虚啊 所以特别要把摩萨德 这个词给隐匿起来 因为这不是有点 此地无意三百两吗 就是说 我们不会做回应的 特别是摩萨德的一些 刺杀行动 我们是不会回应的 然后再觉得说 不对哦 这样好像越描越黑 赶快把这几句话又删掉了 所以让大家又更加觉得说 嗯 这就是有鬼嘛 那再来看看 这个纳坦雅胡 现在也召开了 安全内阁会议 然后发表一些电视谈话 他们并没有提到说 哈尼亚被杀的事情 但是他向他 这个以色列的国民表示 接下来充满挑战的日子 即将来到了 自从空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来呢 乙军已经做好 任何情况的准备 呼吁现在就是要团结一致了 现在以色列 不可以有任何的杂音 来质疑他了 因为就是以色列 将会让所有的侵略者 付出沉痛的代价 那到底美国知不知情呢 布林肯的讲法是说 我们美方是不知情的 也没有参与其中 可是问到斯汀 又听起来很有玄解 关于此事 我无可奉告 什么叫做不可奉告呢 不知道就不知道 无可奉告是知道 不能说嘛 那还有中东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迎来 更乱的一个局面 有媒体讲 伊朗支持的哈马斯 与真主党领导人 他们在数小时之内 前后成为攻击目标 这也代表了预告着 这个区域的冲突 可能即将要升级 那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哈尼亚的血将会导致 以色列的灭亡 已经喊出这样子的话了 所以看得出来 他们有多么的愤怒 这个可能要采取一些 相关的报复行动 那美方他们讲 这样的一个遇刺行动 可能会使得中东 比起以往任何时刻 更接近爆发全面战争 那美国到底做好准备了吗 人家去问奥斯丁 那中东是不是要爆发 更广泛的冲突 美国会怎么样的提供援助呢 奥斯丁就讲说 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 华府会持续的协防以色列 但是当务之急 还是要赶快缓和 现在目前的局势 不能让整个中东陷入战局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其实最近这个 在中东情势上 最大的一个变数 应该就是说 在戈兰高地 以色列的 它控制的区域 遭受到外界的 飞弹攻击 火箭攻击 造成12名 以色列的青少年 在现场死亡 这个引起 以色列全国的震惊 而且全国都要报复 那时候内台亚胡 从美国 缩短了他的访问时间 就直接赶回 特拉维夫 然后立刻他们那个会议 就说授权总统 这个 跟这个国防部长 你们来决定如何报复 跟报复的方式 跟他的程度 那事实上 这个整个中东集市 就立刻紧张起来了 因为本来是 以色列在这个加萨走廊 打了七个月吧 打得也是一个 胶着状态而已 他也没有达到 杀掉所有哈马斯 这个目的 可见军事上还是有困难的 那北方的部分的话 就以色列北方的 跟这个 黎巴嫩的真主党 这个冲突 这个 这个是 几十年的问题了 一直存在的 而且双方从来 很少长期停火过 都是 都是 要不然你轰炸我一下 要不然我头颈没炸弹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是这一次的 这个戈兰高地 以色列有 六十二名青少年 当场上升了 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紧张 怕以色列 这个报复的程度 是会引起 整个区域的动乱 可是目前看起来 以色列报复的手段 还是比较怎么样 比较以不扩大战争的 规模的方向走的 他这个 就是暗杀 另外一个呢 就是怎么样 轰炸去攻击 这个黎巴顿南部地区 造成三两个人死亡 然后也去 用这个 远距的攻击 把这个 真主党的 这个军事领袖 也把他这个 远距的 也是类似暗杀行动吧 也是 那所以看起来的话 以色列 并没有打算 揮军 揮大军 往这个 黎巴顿 境内 进攻的 这个 这个迹象 那如果说 他要这样做的话 那现在的话 事实上 情势会更紧张 因为你要 你要调动部队 你要整个的战 大战的准备的话 那会有很多迹象 可是我看 所有报道都没有 那有人分析 就是说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军事上 以色列现在的军力 是不是足以支撑 一个北边的 另一个新的战局 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战略上 就是说 他现在是不是要 把他的这个 注意力分出来 他现在是不是重点 在加萨走廊 会不会改变 那政治上 他还是要顾及到 跟美国的关系 还有跟这个 这个周边的 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所以 他的这个 外界的限制 还是很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场战争 并没有升高的迹象 最近都看不到人 真的 对 他24号 做了一个全国演说以后 现在29号又不见了 五天没见到 他宣布退出的时候 退选的时候 他也没 人也没出来 他就在他的那个 社群网站里面 发个讯息以后 也差不多四五天没见人 加起来快十天了 是不是打击太重了 还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心理上 这个很难面对 这个残酷的事实 不知道 人走茶脸 对 不过基本上 他是已经弱势了 他这个 现在真的只有 开守性质了 他遇到这些 重大问题的时候 我看他很可能 他可能 他自己都不占第一线 那这个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真的对于 对于民主党选情是很有 很不利的 如果外面的 美国以外的情势 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 那我想这个 基本上对于 民主党选情是有不利的 不过就以色列来讲的话 事实上你算算看 现在以色列在 这个 这个 加萨地区 造成的伤亡 大概四万人 四万人 大部分是父女 跟儿童 对不对 那这一次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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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以色列被攻击了 造成的伤亡 十二位都是年轻人 这个 以色列 非常非常火大 整个社会 极度 陷入极度的愤怒 所以 内太阳湖 本来在美国的访问 还没结束 立刻 缩短美国的行程 回到 以色列 以赴就是 共赴国难的样子 而且他们已经 军方已经说 这个 这一型的炸弹 是 怎么样 飞弹是什么 这个是火箭弹 那有50公斤重的炸药 是 伊朗的炸弹 伊朗的一个 伊朗提供的 然后 真主党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设备 因为你火箭弹 不可能从伊朗打过来 火箭弹 仅多打300公里 最多 400公里 那这个也就是 他就锁定 就是真主党干的 可是真主党 事实上 他们是否认的 否认的 不过就 以色列在 加萨走廊 他的报复情况 来讲的话 事实上 当时哈马斯 打出来 打到以色列 是造成一些 大概1400人的死伤 那可是 加萨走廊的 巴尼斯坦人 用了4万条命 来怎么样 到现在还没结束 这场以色列的反击 那所以你算上看 现在12个 这个年轻人 青少年来 那要造成这个 新的半岛 不是 就是这个 戈兰高地 那附近的真主党 尼巴能 多少的伤亡 才能够 以色列才会收手 所以你看 现在连这个 土耳其 都出来自治 因为他们大概知道 这个战争 如果打起来的话 会相当的惨烈 会相当的惨烈 伊朗也出来自治 那现在 影响最大的 当然是美国了 美国要怎么办 如果以色列 在这个 南边 大开杀戒 还没有 还没有 收手之前 在北方 又大开杀戒 那支持以色列 还有什么 道义的原则 对 所以这个对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个所有的战争 不是说跟 是美国说挑起的 都跟美国脱不了关系 那美国又正好在选举 所以对美国来讲真的是 自己搞出来一个复杂的局面 自己要去为这个复杂局面付出代价